大家好 今天是5月12日 星期五 港股連跌第四個交易日 今個星期累積的跌幅 其實又不算很誇張 跌大概四百多點左右 但是你見到市場的氣氛 是差的 我想不止市場的氣氛差 大家看著市場的心情 應該都有點七上八落 今個星期的時間 其實如果你用回早段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覺得市場不錯 因為起碼中突股 都好像對市場有些幫助 當時科技股比較差 但是至少有些 叫做炒作 即是有些中概股 中突股概念有些炒作 但是很快脆 星期二打後 就開始這個氣氛 衝勁 就沒有了 上總指其實今個星期也跌得不多 如果以今個星期來算 其實上總指也跌大約百分之二不夠 深城指也跌得多些 不過氣氛真的差 其實我也是那句 中突股 我覺得這個炒作是未完 雖然你說這幾天的時間 回調幅度是很可怕 但是我真的認為 內地應該 在某程度上 你看到 新增貸款又不太好 下星期再出現一些經濟的數據 即是涉及下星期的時間 如果出來還是差的話 其實內地我覺得是真的要出招的 即是可能要有些自己的經濟措施 看看月出台要改善經濟 順便就是 可能有些中突股 也有機會再炒上去 因為 其實我覺得是相負相成的 當然你說 這一下炒作 究竟是真的 實質 真的有些幫助 還是怎樣 我都不太同意 即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是炒的概念 但是炒國聯合炒概念 至少 有些事情 可能給大家 起碼有些衝勁 對吧 所以 大家再逐步逐步 再看看情況如何 不過 講到市 其實有一件事 大家也要留意著 那是下星期的時間 下星期 剛剛提升到 內地方面 會公佈一些經濟數據 例如銷售銷售 一些 骨頭等 那些數據 會公佈 那究竟 你說經濟狀況 是否真的好一點呢 下星期的數據 就有些啟示 另外 下星期 有很多重磅的 科技股 出業績 大家都等了很久 了 騰訊 亞里 還有八道 都會出業績 看看是否能夠 幫我大試一把 因為 其實京東的業績 其實是真的可以的 當然 有些數據 也不太看得通 但至少 你看得到 好像一些廣告收入方面 其實它是升得不錯的 所以如果這樣計算 即是 目前路上 亞里 騰訊 這方面 應該都不會太差 所以看看業績股 或者業績的狀況 可不可以 還有一件事 因為A股的成交 今天時間 只剩8400億 就不夠8800億 其實我經常說 A股 如果大家看過 A股的行情 是好 還是不好 成交關鍵很多 成交量大 反映 因為內地是以 省戶投資者為主 所以他們的 如果市場比較旺 市場比較好 面相之下 他們的交易密度 會提高 令到那個交易密度 都會相對比較大 反過來 如果市場比較差 甚至乎 他們也會輸錢 大家也會勒金庫頭 不會怎樣炒 之前 A股 連續24天 過賣成交 星期四 昨天的時間 只剩9000億 今天只剩8000億 兆頭的情況 並不太好 所以看看下星期的時間 成交量有沒有機會 增加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後市方面 大家要留意的 參考育指標 而港股 就是因為 今天來講 要穿了2500天線 其實表現 又是差 我之前經常都說 2500天線 不然又失 現在就穿了 差不多 差不多 100點 不夠8點 只剩8點 看看下星期的時間 能不能上升 不過關鍵是 A股行程 行不行 A股行程 A股行程 港管應該 怎樣也好 差幾個普通 還有現科技股 起碼現在黑色上升 到中概股 中突股 真的不行 差一點 今天跌得多 其實今天 你見很多股份 跌得多 特別是資源股 因為資源股 除了美金之外 也要留意 經濟狀況的變化 經濟弱的話 對於一些資源類 其實是不利的 大家也要留意 另外 跟大家更新一下 股份 因為我相信 今天有很多投資者 朋友 看著股份 似乎都很無現 不知道說什麼好 其中一個 先說一下 11.138 11.138 我有貨 我再說一次 其實我沒有理會 就這樣說 我都沒有沽過貨 沒有減少 沒有減少 他跌了 他跌了很多 公司 之前有更多消息 他有一些 MSCI 立立了他做 好像中國指數 即是H股 你好的 A股 你見今天也跌得不多 不過港股這邊 對得挺慘 好像是跌7.77 跌那麼多的原因 有沒有解釋 是有的 因為其實較早前的時間 特別是過去 這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運價指數 是暴跌的 其實他的運價指數 由發股運喻 運喻指數 一個月前 差不多是9萬至10萬元 但是 昨天的時間 只剩1萬6元 運喻指數 只是短短的 一個月的時間 不夠 跌了差不多 八成多 所以其實是有點誇張 前天的數 跌了很多 但是你見 股股就不太跌了 就是H股股這邊 今天就好像追跌 沒有辦法 Tony也好 Tony也好 他也有解釋過 是否因為內地方面 有些電油廠 要檢收 所以變相之後 油就暫停 不運輸回去 這個可能是一個原因 但是 如果我看得最多 運喻指數 為何會回得這麼厲害 最主要是因為 俄羅斯那邊 因為原油供應量 會減少 OPEC Plus就是 所以就令到 油的供應量 減少了 令到 那些油的 船原先比較緊張 因為運油的量很小 令到 船的運費價格 就跌了 就是這個原因 是真的假的 我不清楚 因為我不用其他原因 去解釋這件事 但只不過 如果你用回這個邏輯的話 第一 他只是每一天 說幾十萬桶油而已 第一 第二 其實你用回經濟狀況去看 假設經濟狀況是好的 其實對油的需求量 都是會增加 變相之下 這個叫做 油船 那個叫做過多 突然有一次 叫做 運輸少了 工業量多了 那個運輸多了 那個運輸的價格 跌下去 這件事 有機會會抵消 三來就是說 其實今年 其實有些舊的船 就是這些舊的 船 就是運輸的船 其實有些是不符合規格 有機會報廢 所以其實你說 運輸船 其實有一點 就是打後的時間 其實會不夠 其實你說 這一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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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打算真實 對 但是 我也想留下少許資金 用作者的話 之後的時間 如果市場真的要跌定了 開始反彈的話 我會部署一下 某些板塊 那 138是其餘之一 另外 我另一隻 我都有貨 這隻我也有 我也有些興趣 所以 都要暫時 再觀察一下 有些什麼 更新的情況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新的 叫做運輸格格 就是今天的格格 其實是 反彈了一點 由低位 反彈了一點 大概一成了 如果那些 個別地區運輸的格格 更新了一點 由中東到寧波的 那條韓線 大概升到一成多了 而西非到寧波的韓線 大概升到兩成 一日之間 由16000元 到現在 二萬一千多 這樣的情況 再回答大家一些問題 首先 這個 341 341 是出盈起 是否可以買 我的建議是 就是不買 因為 一些食物 這個叫做 餐廳的版塊 或者是 大家樂 其實是多元快的 它本身也是 可以說 打一個多品牌的效應 但是 我想說的 就是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到 這一陣子 我覺得人流是少了 甚至乎 你去一些餐廳 大家樂也是 大家樂以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環的一間大家樂 就是我們公司附近 以前的午餐時間 很誇張 大牌搶龍 有時候 沒有出門口 但是 近一兩個月 沒有試過 而且 早上有時 回公司 可能八點多的時間 以往的時候 你看到 裡面都坐滿了 但是 有時候經過 都已經不滿 而且人流都很疏落 其實 都發現了幾件事 可能大家的 飲食習慣 變成了 人日制 可能還有一些公司 會回到家 有影響 而且 我覺得 競爭很大 所以 這類餐廳股 當然以往的時間 用來收息 都可以 因為現金流 很強 但現在 不敢了 我覺得 如果你要買收息版塊的話 說真的 中環堂還是一個選擇 雖然 你問我 我就會再等一下 我覺得 中環堂這價錢 都不止很吸引 但純粹說股息 現在這一刻 六厘多 都可以的 所以 中環堂如果你想買 三四一收息的話 都不如等 中環堂的股價 再回心一點的時間 再部署 都不遲 這樣 另一隻就是 孖九孖八 是難玩的 其實 如果用回 這一類的 叫做 一些 新建制股份 裡面來計的話 你現在沒有 不過沒有的 當你現在見到 京東的業績 都這麼好的時候 其實 你說 沖敬阿里巴巴的業績 OK OK 我覺得是可以想起來的 而且 我剛剛也說了 其實你看看 京東的業務 當然 純粹說 這個叫做 京東雙城 賣商品那裡 其實它嚴格上 它不是叫做好的 你看到它的銷售 增長 不是特別好的 其他服務 服務性服務 還有一些廣告收入 那邊是OK的 還有省 你看到它的 價值控制是好的 所以 這個就是 京東的業績 為什麼可以叫做 這麼兩例的原因 我相信 如果你要找 相同的例子 的話 阿里有機會 都會好些 當然 你說淘寶 這個天貓 我也不記得 特別的口望 因為現在 你看到今年 暫時 我自己觀察到業績 其實你看到很多公司的業績 他們的盈利能力 有些改善 有些增長 未必是靠銷售 他們靠是靠什麼呢 靠限 這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 如果 其實有些科技版法 很多股份 因為這一段時間都跌了下去 所以 變成一個情況 就是 除非它的業績 比商量中的價值差 差很多 如果不是 你說差 現在那些價值反映了 所以 我記得昨天的時間 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都說 京東 我不會建議大家 投資的 我建議 如果大家覺得 要這位的話 一定是 搏 搏 搏去升 比搏去跌 因為搏去跌 除非搏去的業績 很差 如果出來是差的話 現在 這價值反映了 所以 只要是一件好 一定會夾死 所以 這是我前一兩天的時間 做節目的時間 也會跟大家說 這個道理 所以 如果這位說 科技股 除非真的很差 否則 只要有少少的好 其實已經足以令股價 上升 騰訊也是 其實騰訊 反而會關注 廣告那邊 是否真的有機會 可以重拾聲勢 因為 Q4還未好 如果今季 Q4消息的時間 都見它改善了 所以我才賣 如果解釋它 今次Q4消息的時間 那個手機 還可以的話 就真的不怕再加注 不怕再賣 所以 這就是壓力的情況 而且 壓力有業績 一定會說 它的分拆之大計 所以 到時候 再看看 情況是怎樣 至於2-3-8-8 借中銀香港 就算了 將來香港 我覺得 財色兼收 它的價格 過了不少 但是 有件事是真的 本地銀行板塊 都很視乎 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 現在我也不見得是好的 如果以本地來說 有代改善 而且 色差的方面 就似乎 因為如果你解釋 真是 顏色很見頂 如果你問我這個版塊 我只可以說 銀行板塊 暫時 都不是我的杯茶 我覺得 你看到 很多東西 看下去 他們的資金成本 壓力開始大 所以 變相之下 不可以 不可以 又是那句 如果這價錢要收息的話 這些現況要收息的話 簡直是 中銀行動好過 不過 中銀行動 始終都是一些中突股 其實如果股價再調整的話 其實是吸引的 下回60元邊留下 我覺得其實真的可以想想 但現在這位 可以的話 都不堅持 先貪心一點 這一段時間 我希望再貪心一點 等我去錄更多的時候 大家可以買一些都不遲 OK的 好了 今天就先說到這裏 其實沒有 市場 這個星期 是幾 令大家 幾沒心機 我覺得是 貨我自己也是 因為 最無奈 剛剛也說 市場跌得不多 但可能大家拿到一些貨 今個星期是幾 幾雙下 但是沒有 平常心 還有 你拿著一些 股份 是比較硬 的 我覺得 都不怕先拿著 希望下星期大家 表現的表現 就好一點 這樣 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再留言給我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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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